嗨 你能想像吗 这么美的雪景 超棒的雪道 这样的雪况 还有这么大的降雪 竟然是一个位在关西的滑雪场 上个雪季在去北海道之前 我必须先到关西停留几天 但因为还是想把握每一个能在日本滑雪的机会 所以就安排了一趟一日巴士滑雪行程 体验一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也能享受滑雪的乐趣 想在关西滑雪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别担心跟着我来 首先我会分享如何找出日本特定地区相对优质的雪场 然后带你了解我这次体验的雪场 接着会一起探索一日巴士行程的所有细节 从预定的方式到交通细节 还有相关的费用 当然最精彩的部分是雪道实地导览和周边配套设施介绍 最后补上回程交通和神户饭店的开箱 让我们看下去吧 嗨大家好我是利友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在这支影片的一开始 我想教大家如何在日本特定的区域找出相对优质的雪场 第一我会先考虑雪况 虽然也不是说一定雪况越好 就一定适合所有程度或是不同需求的人 但总体来说积雪量越大还是会相对感受越好 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一定都知道 越北纬度越高相对一定就会比较冷 雪况好的几率就会越高 但这次主要想教大家的是如何在纬度差异不大的地区 找出雪况相对好的雪场 来先跟大家解释 影响日本降雪的基本原理 从地图上来看主要就是日本海东海的水汽 藉由冬季的西北风吹入日本内陆的山区 遇到更低的气温而形成降雪 那会影响的因素主要就是海拔高度 还有雪场的朝向 是不是还是太理论 那我直接给大家一个好用的工具 这个日本国土交通省气象厅的网站 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还有影片的右上角 这个是他们气象厅的首页 虽然都是日文 但其实还有很多好用的资讯 真的有需要直接右键翻译成中文 你可以从这个各种data资料的部分 在气象的这个部分看到最新的气象资料 这里点进去 这边有很多即时的气象资料跟图示 雪记的话会开放雪的状况 但我这边主要是想要带大家来看 特定期间的气象资料 这个点进去 你可以看到还有特定期间的一些状况 点出去会有图表 但是因为目前是秋季嘛 那雪的状况就没办法看 如果你想要看之前的资料 你就直接把特定期间的这个data 日文的的再加上雪的状况 这样去搜寻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像2024年 这个冬季的时候的资料 进来这边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降雪的图表 还有资料 它这边只有刚刚点的22年 最多可以选到26嘛 那我发现它上面这边 可以改到29号是都还OK 但我当初这一趟滑雪是在1月28去滑 所以我看这个区间就还蛮值得参考 带大家来看看 期间最大积雪量 这个是指这段期间内 每个地区的最深积雪量 就直接写在上面 可以明显看到 就如大家所想象的 飞海道一定是最大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几天22号到29号 它整个期间的累积降雪量和计时 就不一定是飞海道 我主要带大家去看看 我们这次要讲的关系地区 我放给大家看 大家最常去的这个地区是大阪 这边是京都 在右边是滋賀县 左边是冰库县 也就是神户所在的地方 可以明显看到 我刚有讲降雪的基本原理嘛 明显就是在冰库县的北边这里 还有在滋賀县的东北边这边 相对降雪量会比较大 这次主要是住在神户嘛 那我就选择冰库的北部这个区域去找 有哪些化学厂适合我 住在京都或是大阪的人 也可以选择去像蛮多人会去的 这条线的东北部这边去滑 透过刚刚气象厅的这些图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去看出 从一个期间内 哪些地区的降雪量比较多 接着我们透过刚刚找到的区域 像我刚刚决定是要到冰库的北部 大概这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透过关键字滑雪场去搜寻 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区域 有哪些滑雪场 一个一个去看看 这次主要是去 这个会场叫Sky Meli 透过Google去搜寻的话 是需要它的雪场日文名称 还有它的官网连结 这个等下后面会用到 其他资料就是参考 我还有去另外一个雪场 其实你有发现用中文搜寻 它并没有被搜寻到 这个 那我来教大家用日文搜寻 日文的话是这个 我会放在说明栏 让大家复制可以直接去搜寻 透过日文搜寻就跑出来 那它的日文名字在这里 一样我也要它的官网 第二 我会看雪场的雪道 缆车 周边相关配套措施 等等的资讯 比如说我这次选出来的 Stability 还有东坡化学厂 刚刚提到那些资讯 你在官网一定都可以查到 雪场的地图 像这个是缆车的资讯 雪道的资讯等等 东坡也一样 雪场的地图 雪道的资讯 缆车的资讯 官网资讯一定会比较详细 比较细弱 但其实每个网站格式 做的不太一样 有时候有点难比较 那这边我另外提供一个 超好用的网站 叫做Tanky.jp 你要网址 我会放在右上角或是说明栏中 大家可以在自己去点点看 一样是日文的 你如果想看中文 就是直接翻译 这个网站会用统一的格式 去呈现雪场的相关资讯 它的雪场资料是放在 季节特辑 这个Ski 鸡血情报这里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到 记得的雪场名字吗 比如说Stability 我们就贴上到这边搜寻 就可以找到 这里有很多它的相关资讯 建议点天气跟鸡血这边 它有一些基本情报 一样会整理官网的网址 营业时间 有没有夜滑 雪场海拔最低最高差 最大的坡度 雪场初级中级上级的雪道比例 缆车的数量 雪道的数量 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东坡也一样 回到刚刚这边去搜寻 可以看到刚刚我讲的这些资讯 很清楚 以上这部分资讯 每个人在意的点 一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这边我就不做结论 最适合你的需求 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刚刚上面讲的这么多方式 都只是要让你找出 相对雪况好的几率 会高一点的方式 但其实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时刻 天气 其实都是千篇万化 你可以在你的出发日接近时 透过这个网站 去评估实际可能的雪况 大概是怎么样 我会放一个我冬季之前 有用手机当天查的画面 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积雪量的资讯非常清楚 非常实用 但剩下的真的就只能交给运气了 比起大多YouTuber介绍过的 关西雪场 私后的琵琶湖跨学场 还有神户的六甲三华学场 我会选择这两个 在宾库相邻一起的雪场 特别是考量雪况 雪道的丰富性 一日巴士的方便性 还有我发现 那边几乎都是本地人在去的 比较少观光客 这些优势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过去我几乎都是透过 自驾或是包车 去多日的滑雪旅行 但犹如刚刚前面提到 这次的情况跟条件 我决定第一次尝试 一日巴士滑雪行程 如果主要是去其他旅游行程 滑雪旅行 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来说 那很推荐大家 可以把这个方式列入考量 接着我来带大家看看 我当初是如何透过日本的旅行社 去预定这个行程 看到SKAMELY这个官网 右手边这里 新版神方面执行Buds 这个其实就是巴士一日行程的预约链接 但是因为它是2324上个雪姬的 网址是没有更新的 目前是看不到 所以我拿我上一期预约完的mail 给大家参考 就是SKAMELY一日往返巴士 还有SKAMELY东坡两个雪场的 共通一日缆车券套票 当初买的价格是818 我是从神户的山公站出发 我会把这个名字放在说明栏 让大家复制去Google搜寻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其实都是卖一日套票的 这个就是我当初用的网站 至于为什么我当初会选这个网站 因为日本有很多网站 它要申请会员都是非常麻烦的 你要有日本的地址 要有日本的电话 所以我后来发现 这个网站不要很简单申请 申请的步骤就不带大家看 当初的页面已经不在 新的雪姬的也还没有出来 那我透过其他旅行社 给大家看看这个行程的细节 这个从大阪出发 费用是5500到9300 应该是淡忘记的差别 这个套票包含什么东西 巴士的出发时间 回程时间 停的地方 这里有特别写到 它是没有包含装备注用 可是针对套装的部分会有折扣 可是像我单植株板子 当初3000元 它就没有做任何折扣了 另外这个部分是从神户出发 也就是我选择的方式 就跟刚刚差不多 接着我透过影片来带大家看看 我从神户的饭店 一直到雪场 整个交通的过程细节吧 嗨 今天是我在关西旅行的第二天 明天5点半要起床 7点都要集合 好 先这样 早安竟然是早上的5点45左右 今天是我到日本的第三天 我换老装 花学化的当天 基本上我都不太会什么俗装打扮 反正大家都会弄得很乱嘛 现在是6点20 天都还没完全亮 出发 要搭6点30几的车 准备去山公站大巴士 从山公站这边出来 然后洞口出来 就有很多植物柜 然后右手边的外面也很多个 这边植物柜超多的 应该都不会玩 把其他行李植物啊 这个行李箱塞得刚刚好 差一点都塞不下 洞口出来啊 右轴 一直走就是往 那个 领色的巴士上飞的地方 补充一下东口出来 其实左手边跟右手边的出口 都可以到这里 这里是这里 新衣品 有吗 谢谢 110号车 我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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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集合的地方是这里 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名字 里面有一个休息室 然后外面有一个人在这边等 他会有一个名单 就跟他讲之就可以了 3号座位 两个雪场都会停 放行李时候会问你要在哪个雪场下 7点10分集合 然后原本是预计20分开车 但是因为可能都到了 就提早出发 这车其实蛮多人搭的 但几乎都是日本人 我没有看到什么外国 还配一个 应该算导游吧 刚刚发这个给我 应该是这次的资讯 在哪里集合啊 集电之类 然后 后面有一个QR Code 应该是说明的 这个其实我在报名的时候 网站上就写蛮清楚 应该是同一个 我带他上方看是什么 原来不是自打 中间还可以停一些大战 这次的资计划 潼 ī巴駐車場 祭祥所上をよ pel sec 里級 富士丁度の出迦でございます またバスの方は 高い前の方とお format 我買了一個JASMINTI 日本的休息站 後すばらくでスカイバレースキー場の方ご到着でございます オーリーのお客様はお忘れ物などございませんようにご注意くださいませ チケットを引き換えてリフト引き換え券ですのでそのままでは乗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のでリフト券に引き換えてください 帰りのご出航の方ですけれども4時10分の集合でございます チケットを入れましょう チャンの墨端前にスカイズシャングランプをご覧 Weiter 到了 終於都換好了 要開好了 10點20到這邊換藍色圈 住學區換衣服什麼等等 還花時間後來11點 我再把所有東西都弄了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4點是不要急的 可能3點就要下了 這個是這邊的地圖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 朝向不同的關係 我會建議還是把兩個學長的地圖分開來看 總共有3條綠線 7條藍線 4條紅線 之前我有先做一些功課 去規劃出我自己的路線 盡量去滑到每一個學道 我這邊會依照學道的等級 從綠線 紅線 一路到藍線 告訴大家怎麼到達並實際滑過給大家看看 第一趟纜車上去啦 開滑啦 接著個別纜車學道導覽的部分 我會放在下集做介紹 盡量一週內剪出來給大家 有興趣看看我滑過每一條學道 實際的體驗感受是什麼 怎麼在最抖43度的波摔爆的部分 一定要去看看下集 再來是學長的周邊配套 下集的後半段我還會補上回程的交通細節 神戶飯店開箱 還有最後的心得總結 別忘了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未來的新影片啦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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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